当地时间8月6号 美国国务院宣布 解除了针对美国公民的第四级全球旅行警告 并表示将恢复以前针对特定国家地区的旅行建议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 一些国家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改善 令一些国家则可能恶化 因此国务院恢复按具体国家给出旅行建议的制度 然而就在解除这次警告的同一天 美国国家旅游局官网却发布了一份 针对新西兰的旅行警告 据新西兰新闻中心网站6号报道 美国国家旅游局官网当天发布 针对新西兰的二级旅行警告 呼吁民众谨慎前往新西兰 该声明称 截至2020年8月6号 新西兰境内已有共计1569例新冠确诊病例及疑似病例 目前该国境内依旧有23例新冠活跃病例 该警告随即引发新西兰媒体的质疑和网友的不满 新西兰新闻中心网站和新西兰相比 美国境内的活跃病例数已超过200万例 不仅如此 报道还强调称 新西兰所有活跃病例目前都处于隔离状态 并且新西兰政府对所有入境旅客 都进行了严格把控和管理 最后该媒体还提供了两份图表 分别反映了新西兰与美国两国当前的新冠疫情情况 从表格可以明显看出 无论是新冠累计确诊病例 死亡病例 还是目前的活跃病例 美国的数字都远超新西兰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8月7号晚6时 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4918927例 死亡16737例 而新西兰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作为1569例 死亡病例22例 相比于美国新西兰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低 事实上在美国疫情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不少新西兰网友都表示并不欢迎美国游客 反倒是部分美国民众为了自保 已经开始考虑移民新西兰 去新西兰先驱报此前报道 截至7月底 已有25万多名美国人涌向新西兰官方移民网站 调查自己是否有资格移民到新西兰 今年6月份 访问新西兰移民局的美国人达11.28万 比去年同期增加60% 该网站负责人表示 这相当于每30秒就有一个美国用户点击该网站 每分钟就有2.6个美国人考虑移民新西兰 美国国家旅游局做出这样的声明 难怪会迎来一片质疑和嘲讽 本身很明显的 出身者 阳子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